我們現在開始上能源 第一件事情是說明介紹能源的形式跟種類 第一個是告訴你什麼叫能源 只要是能夠提供熱能的就叫做能源 我在地科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只要能夠提供熱能的就叫做所謂的能源 那我們這件是一些所使用的能源的演技 看一下欣賞一下就好 最早就有磚木取火 然後搬運人會用風車來擠水 然後我們也開始使用煤炭 然後開始有蒸氣的動力 然後還有電力 然後還有所謂的汽油 這個是我們所使用的能源的一些變化 然後這個是我們現在考試可能會考的問題 就是能源分兩種初級能源跟次級能源 那了解一下什麼叫初級能源 什麼叫做次級能源 所謂的初級能源就是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拿來用的 一次能源原子能源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就拿來用 不需要再經過處理 不需要再經過轉換的 那不需要經過處理 不知道什麼 那有分兩種 一種是再生能源 有人叫做所謂的新能源 有人叫做非再生能源 非再生能源 再生就是靠著大自然運轉 理論上永不枯竭 或者是用人類的眼光看 永不枯竭的 叫做所謂的再生能源 風能水能太陽能 易熱生殖海洋能 這些都叫做所謂的再生能源 也是現在有一些人要準備要發展 你看最近的新聞 德國的最大的電力公司 人員公司 他說他再也不要用核能也不要燒煤 他都要發展所謂的再生能源 就這個OK 非再生能源 非再生就是用完就沒有的 這個我們蒂科教的是一樣的 用完就沒有的 存量有限 以人類的尺度看 用完就沒有的 就叫做所謂的非再生能源 所有的礦產都是非再生能源 那這邊講就是所謂的石油啊 天然氣啊 核燃料 釉礦啊 這些東西 都叫做所謂的非再生能源 那四級能源就叫二次能源或衍生能源 要經過轉換的 要動點手腳的 要動點手腳 電能 要經過水力發電轉一下 風力發電轉一下 才會有電能的 汽油要經過石油提煉過 才會有汽油的 這種要經過一點轉換的 這種呢就叫做所謂的四級能源 二次能源衍生能源 OK 就這個表 重點就是這個表 考試就是考一種問題 這個能源 請問你 它是初級能源還是次級能源 它是再生資源還是再生能源還是非再生能源 把它分清楚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這邊所要告訴你的重點 OK